诗人叫张志和,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 他出名叫桂林,他的套选是生子 他现世是因为他不忍做事无患 所以他器官隐居到一线是山镇 这个就是他的山镇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他的古诗,叫鱼鸽子 西晒山前百亿飞 好,这种的鱼在飞,给他鹿鸟 桃花流水,桂鱼肥 就是说那些桂鱼在这个里面是很肥美的 对,清若栗,清若栗就是这顶帽 是鱼,这个组合,这叶子所编织成 那么绿缩衣呢,绿缩衣就是这件鱼具啊 是用草编织成,这个遮鱼鱼鱼 给鞋风细雨不须归 好,一起来准备松这首鱼之 西晒山前百亿飞 桃花流水,桂鱼肥 清若栗,绿缩衣 下风细雨不须归 西晒山前百亿飞 桃花流水,桂鱼肥 清若栗,绿缩衣 下风细雨不须归 西晒山前百亿飞 桃花流水,桂鱼肥 清若栗,绿缩衣 下风细雨不须归 好,同学们老师希望通过这首故事啊 能够让你们去发现更多的大自然的奥妙 好,谢谢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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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